道正法师 菩萨界本经 白话浅述 不看病界第32 接着讲第32条清界 题目叫做不看病界 不看病就是不肯去看护病人 这条界是教我们对病人要慈悲 要给予看护照顾 不可以因为生气 懒惰就不肯去看护病人 若菩萨见雷病人 以称恨心 不枉瞻事 是名为犯众多犯 是犯染乌起 若懒惰懈怠 犯非染乌起 我们先用简单的白话 把这段戒文讲一下 菩萨看到身体有病 衰弱的人 本来应该发心慈悲地帮助他 假如菩萨因为生那个病人的气 或是对他有所不满 怀有怨恨的心 所以不肯去照顾他 这样就是犯菩萨戒 犯戒的起因是因为有称恨而污染心地 所以是犯染乌起 另外如果因舍不得自己辛苦 而懒得发心去照顾病人 这样也是犯菩萨戒 这是因为懒惰懈怠戒犯戒 是犯非染乌起 下面我们一句一句解释 若菩萨这是包含所有在家 出家受菩萨戒的菩萨 见雷病人 见就是看到 见到 雷就是衰弱的意思 见雷病人 就是见到身体有病 衰弱的人 以称恨心 不枉瞻事 以称恨心 就是用生气 怀恨的心 不枉 就是不肯去 瞻和事都是看的意思 菩萨与这病人 以前或许有过冲铺摩擦 对他印象不好 心里还在生他气 怨恨他 所以不肯去看顾他 这就是不枉瞻事 事名为犯众多犯 是犯染乌起 因为称恨心不去看顾病人 是犯染乌起 若懒惰懈怠 犯非染乌起 如果是因为懒惰懈怠 不肯去照护病人 这是犯非染乌起 关于不看病戒 在家菩萨戒 二十八清戒中有两条 就是第三条和第二十八条 第三条是不沾病苦戒 戒文 若恶心不能沾世病苦 恶心也许和称恨心相同 不过恶心的范围大 凡事不怀好心 见众生有病 而不肯去看护他 这就犯菩萨戒 得失一罪 另外 在家菩萨戒的 第二十八条清戒 行路见病舍去戒 戒文 行路之时 遇见病者 不枉瞻事 未做方便 父主所在 而舍去者 得失一罪 意思就是 在家菩萨外出走路时 如果在路上 看到有病人 不去照应他 或是没有想办法送医院 或者交代别人设法安顿 竟然把他舍弃就走 这就犯菩萨戒 得失一罪 以上所说 在家菩萨戒这两条清戒 都只有戒文 而没有列出开源 所以必须对照 这地持菩萨戒本之 第三十二条 不看病戒 才能够了解开源的条件 而如法持戒 不犯者 若自病 若无力 若叫有力 随顺病者 若治比人自有眷属 若比有力 自能经历 若病朔朔发 若肠病 若修圣业 不欲暂废 若暗顿 难悟 难受 难持 难缘中住 若先看他病 如病 穷苦 一耳 不犯者 这第三十二条 不看病戒 有十种开源 若自病 第一种开源 如果菩萨自己有病 所以不能去照顾别人 是开源 若无力 第二种开源 如果菩萨自己病刚好 没有体力去照顾别人 这也是开源 若叫有力 随顺病者 第三种开源 如果菩萨不能自己去照顾 但是请了有能力 可以照顾病人的人 随顺病人的需要 而帮助他 免除他的痛苦 若是这样做 也是开源 若 就是如果 叫 就是有请别人去做 有力 就是有能力 可以照顾病人的人 随顺病者 就是随顺病人的需要去帮助他 以解除病人的痛苦 若知 彼人自有眷属 第四种开源 如果菩萨知道 病人自己有六亲眷属 可以照顾他 而不去看顾照应他 这也是开源 如果病人有眷属 但是他的眷属不知道 菩萨就要想办法通知 若知就是如果知道 病人就是这个生病的人 自有眷属 就是他自己有眷属 若比有力 自能经理 第五种开源 如果病人自己有能力照顾 料理自己的事 这样不去照应他 也是开源 若比有力 就是如果病人自己有能力 自能经理 自 就是自己 能 就是可以 精力 精力 就是经营料理自己的事情 若病硕硕发 第六种开源 如果病人的病是常常发作 而且不定期发作 若是这种情形 没有办法常常照顾他 这也是开源 若病硕硕发 就是如果病时常发作 若肠病 第七种开源 如果是长期患病的人 菩萨应该发心时常去安慰鼓励他 但是如果不能长期照应 也是开源 若肠病 就是如果是长期患病 对于这条开源 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前面讲过 佛说八种福田当中 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 甚至佛也讲过 如果有要供养佛 得应该去供养病人 对于长期患病的人 如果能够尝试慈悲照顾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发心 福德是无量的 我们不要因为有这条开源 就理直气壮 不去照顾长期的病患 我们必须将心比心 交换角色想一想 如果是患了自己长期 卧病在床 而人人都以此开源为理由 不愿意照顾理睬我们 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念头 不可以有厌烦 恶心 嗔恨 或焦难的心 认为病人不值得 我们尝试去照顾他 或是懒惰懈怠 舍不得自己辛苦 若是有这种不好的心念 就是泛菩萨界 如果没有什么恶的心念 只是我们的姻缘条件 无法长期照顾他 这是属于开源 在这里向大家说一件真实的事情 给大家做参考 在上海这个地方 有一次发生大火灾 一大片木建的房子都被烧毁了 其中唯独有一间木屋 安然无事 当大火烧到那间时 竟然自动跳过那间 没被烧毁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 火灾过后 就去查看 房子里到底是住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大火会跳过这间 原来屋子里住着一位 已经生病很久 身体都不能动的老阿婆 和他守寡的媳妇 老阿婆的儿子 早就已经过世了 老阿婆可怜媳妇年轻就守寡 就劝他改嫁 但是这位媳妇很孝顺 他看婆婆生病很严重 自己都不能行动 就发心要继续照顾他 不肯改嫁 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艰辛困苦 但是这位媳妇还是尽心尽力的 把婆婆照顾得很好 火灾那一天 这婆婆知道周围一片火海 自己又不能动 就劝媳妇赶快逃走 不要管他 但是这位媳妇无论如何 都不肯放下老人家一个人被火烧死 所以就坚持地要留下来陪他 想不到火烧到他们家时 就自动跳过去 舍不得烧死这一对慈悲孝顺的婆媳 前面我们有说过 莲舍的宽金师姑 她是一心称念佛的名号 大火才跳过她家的房子 而这位媳妇是牺牲自己 长期耐心照顾一位不能动的老人 这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事情 更何况在大火当中 她的慈悲也没有改变 她的慈悲胜过对大火的恐怖 她的心没有被境界所转 就真的可以反过来转变境界 虽然她没有称念佛菩萨的名号 但是她的心和佛菩萨的心是相应的 这就是真正用心在念佛菩萨的精神 心念和佛菩萨完全相应的时候 她的心就是净土 就是圣地 既然是净土圣地 一切的灾难都会远离 一切的佛力都可以现前加持 所以能够使火灾化为清凉 这位媳妇都没有为自己找理由 都没有为自己设想 也没有打算自己要如何 所以她的慈悲 当下就和无我的真理相应 她这种心电波发射出去 自然连上圣贤净土的频道而得感应 自然现出没有火灾的影像来 要长期照顾病人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佛也有开源 只要菩萨自己不要起恶心 有安排其他人去照顾病人 就不算犯戒 如果能像是前面所讲的这位媳妇那样 就是一位大菩萨 真实的菩萨 在我要去医院上班之前 曾经去拜访一位陈老师 跟他请教佛法 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想要去五台山 朝拜文书施力菩萨 文书菩萨是佛门中 代表大智慧的菩萨 这个人很发心 他不怕路途遥远辛苦 真的就启程出发了 走了几天几夜 有一天他在路上 遇到一位生病的老人 虽然有稍微去看顾他 但是因为心中急着 要去五台山朝文书菩萨 所以并没有将他安排照顾妥当 就离开了 后来到了五台山 他真的见到了文书菩萨 但是文书菩萨跟他说 你早就见过我了 但是你舍弃了我 我就是山下那位生病的老人 这个人听了吓一跳 觉得很忏悔 回去以后就发心专门去照料 别人不愿看顾的病人 我很感谢这位陈老师 跟我说这个故事 后来我当医生看病人时 常常都会想到这个故事 我就会自问 如果这位病人 就是文书施力菩萨 我这样照顾他是否能及格 有时自己想一想 觉得实在不合格 就回头再去看他一下 佛告诉我们 若有想要供养佛的人 应该去供养病人 佛是大慈大悲 不忍众生受苦 照顾痛苦的众生 是佛的心意 我们发心肯去 照顾佛最关心的众生 就是对佛最好的供养 佛在《范网经》里告诉我们 八种福田当中 看护病人的福田是第一 甚至胜过供佛的福田 佛教我们 不论在哪里遇到什么人生病 都应该要好好照顾 让他能早日康复 为什么看病是第一福田呢 因为生病的人很痛苦 看护需要有耐心和智慧 病苦是不分昼夜都会发作的 所以昼夜都要能够提起 精神和慈悲心来照顾 在照护病人的当中 要能够忍受病人的诉苦和埋怨 甚至要有包容 体谅的心 去理解体会病苦中所发的脾气 还要以恭敬平等的心 来处理病人的大小便 和浓血剔拓 随时体会他的需要 急于浮上浮下 协助翻身等 照顾病人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这块悲田是很难种 要任劳任怨 心不厌倦 且要能经得起别人闲 别人怨 这要很有忍辱心 才能做得到 这种田若是能种得起来 就叫做第一福田 也可以说是六度总修 这是卑制双运的锻炼 也是无我奉献的实行 无限的福报和智慧 都蕴含在其中 什么叫做福田呢 就是种福的田 种田若是种稻子 就收成稻子 种麦就收成麦 修供养作功德 就如同种田 是让我们收成福报的 所以称作福田 何谓八种福田 有两类的说法 第一类是佛 圣人 僧 和尚 阿舌黎 父亲 母亲 病人等 称为八种福田 佛 是究竟圆满的觉悟者 圣人 是包含菩萨 圆觉 声闻 僧 就是何何种 佛 圣人 僧三者 是受恭敬的修行人 称为敬田 和尚 就是教导我们佛法的师父 因为他教导的力量 使我们的法身会宁得以成长 所以和尚也叫做利生 阿舌黎 也翻译做亲教师 就是纠正我们行为的师长 也就是我们的教授师父 得见师父的 和尚 阿舌黎 父亲 母亲这四者 对我们有养育教导的恩惠 所以称为恩田 病人 就是让我们发挥慈悲心的悲田 以上所说这八种人 如果有人能够恭敬供养 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 所以称为福田 八种福田第二类的说法 第一种是造一井 意思就是 供养水源给他人使用 第二种是造桥 给人方便 第三种是铺路 把险路铺平 使人交通平安 第四种是孝养父母 第五种是恭敬三宝 第六种是照顾病人 第七种是救济贫穷 第八种是无哲会 就是射平等普度的超度会 超度苦难 沉沦的鬼魂 靠三宝的力量 让他们可以超生善导 以上这八种事情 也称为八种福田 若修圣业 不欲暂费 第八种开源 如果菩萨正在专修一种法门 如打佛期 参禅 定期专修等 不想中途停止 这样不去看顾病人 也是开源 若修圣业 如果再修殊胜的敬业 不欲暂费 不想要暂时废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